来自北京青年报记者宋祥报道 此前在巴黎奥运会获得网球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郑钦文已经离开巴黎 备战北美赛季 而这也意味着郑钦文 无缘本次巴黎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闭幕式的棋手 在此前结束的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决出中 郑钦文连赢六场奇迹夺冠 其中半决赛更是生涯首次击败现役世界第一斯瓦泰克 郑钦文也成为亚洲史上手为奥运网球女单金牌得主 如此创造历史的优秀表现 也让他一度成为中国对闭幕式棋手的热门人选 但众所周知 网球选手参加奥运会没有积分也没有奖金 而郑钦文为了巴黎奥运会 已经退出了一战一千分的大师赛 第二战辛辛纳提大师赛 是每往前最重要的赛事 郑钦文确实没有必要为了当闭幕式棋手 继续停留在巴黎直到闭幕式 而影响自己寻回赛的备战 在郑钦文无缘闭幕式棋手后 20岁的游泳天才潘展乐无疑是最大热门 本届奥运会潘展乐不仅摘得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 更是以46秒40的成绩 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记录 此外他还率领中国队在4成100混合用接力决赛中神奇逆袭 打破了美国队在该项目长达40年的金牌垄断 潘展乐的成绩确实配得伤在闭幕式为中国代表团扛起 除了潘展乐之外 张宇飞和陈梦也是热门候选之一 前者是中国游泳队获得奥运奖牌数最多的选手 而陈梦则蝉联了奥运会乒乓球女单金牌 是最年长的乒乓球女单奥运冠军 两人的履历也确实够得上资格 而上届东京奥运会 白米菲人苏炳天是中国队的闭幕式棋手 巴黎奥运会游泳项目所有比赛已经结束 最终中国游泳队以12块奖牌和一项世界纪录的成绩收官 要知道本届奥运会对于中国游泳队来讲十分不容易 毕竟在巴黎奥运会开赛前 中国游泳队受到了针对 在抵达巴黎10天时间里 中国游泳队受到了多达200次以上的兴奋剂检测 这严重影响到了中国游泳队员的休息和训练 在心理上也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可以说中国游泳队遭遇了不公正待遇 不过中国游泳队最终的成绩还是让国内泳民元新振奋 本次奥运会中国游泳队获得12枚奖牌 是奖牌数历史最佳 获奖人数达历史之最 提到本次中国游泳队表现最为出色的运动员非潘展乐莫属 潘展乐在男子100次游泳飞于大战中 以46秒40的成绩 大幅度打破世界纪录 斩获奥运金牌 这块金牌来之不易 含金量十足 另外在男子4×100米混合用接力的比赛中 中国游泳队在显神威 潘展乐更是在最后一棒连超两人 拟转比赛获得第一名 同时还打破了100米自由泳46秒大关 打破了美国在该项目上长达40年的垄断 不得不说中国游泳队这两块金牌 与潘展乐有密不可分关系 没有潘展乐中国游泳队很有可能会零金收官 因此目前就能确定潘展乐是本次巴黎奥运会 中国体育代表团表现最为出色的运动员之一 除了潘展乐之外 徐驾瑜斩获了100米洋泳银牌 唐前庭拿到女子100米挖泳银牌 男女4成100米混合泳接力在哪一块银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张宇飞在女子4成100米自由泳接力 100米蝶泳 200米蝶泳和50米自由泳上获得了4块铜牌 如今在游泳比赛全部结束后 中国游泳队已经启程返回国内 从中国游泳队回国的画面来看 潘展乐也在回国队伍当中 此前不少网友认为 以潘展乐在巴黎奥运会所取得的成绩 很有可能会担任巴黎奥运会闭幕式的男棋手 在女棋手方面的热门人选是网球女单冠军郑清文 在女单半决赛 郑清文击败了排名世界第一的波兰选手斯维亚克克 更重要的是郑清文首次参加奥运会就闯入决赛 并且还获得了女单冠军 创造了历史 所以郑清文这块网球女单金牌的含金量极高 不过根据此前媒体暴露 郑清文在拿到女单金牌之后 就离开了巴黎 所以郑清文同样也不会担任巴黎奥运 并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女棋手 根据历届奥运会的安排来看 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棋手一般都会根据 最后几天比赛中获得金牌的选手 来选拔运动员来担任棋手 期待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巴黎奥运 最后阶段有更为精彩的表现 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璀璨舞台上 中国网球选手郑清文以非凡的实力和坚韧的意志 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她不仅在网球女单项目中一路过观展将 最终问鼎冠军 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夺得奥运金牌的女子网球选手 更以这场胜利超越了钱贝里娜 为中国网球借树立了新的标刊 然而 就在全世界都期待她在奥运闭幕式上作为其首亮相时 郑清文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既感意外又充满敬意的决定 离开法国 前往美国备战即将到来的北美赛季 巴黎奥运的辉煌成就 回顾郑清文在巴黎奥运会的征程 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与艰辛 从小组赛到淘汰赛 再到最终的决赛 她面对的都是世界顶尖的高手 特别是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 郑清文历经三小时零四分的激战 以顽强的抑制合金战的技术 战胜了全世界第一 德国选手科贝尔 成功闯入四强 这一战 不仅展现了她的实力 更彰显了她在关键时刻的冷静于果感 决赛中 郑清文面对的是同样实力强劲的对手维基奇 在全场观众的注视下 她一二到零的比分干净利落地结束了比赛 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这美宝贵的金牌 这一刻 郑清文不仅实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重大突破 更为中国网球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 她的胜利 不仅是对自己多年努力的最好回报 更是对中国网球未来发展的巨大鼓舞 备战未来的坚定信念 然而 就在人们纷纷猜测郑清文将在奥运闭幕式上作为棋手亮相时 她却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离开巴黎 前往美国备战北美赛季 这一决定虽然让许多人感到惋惜 但细细想来 却不难理解她背后的深意 对于郑清文而言 巴黎奥运会的金牌无疑是她职业生涯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 但她知道 这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的路还很长 作为一名职业网球选手 她深知保持竞技状态 不断挑战自我的重要性 因此 在享受完胜利的喜悦后 她迅速调整心态 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未来 北美赛季是网球界的重要赛事之一 汇聚了众多顶尖选手 对于郑清文来说 这是一个检验自己实力 提升竞技水平的好机会 她希望通过在北美赛季中的历练 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 为未来的比赛做好充分准备 因此 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巴黎 前往美国备战 吴源闭幕式棋手的背后 虽然郑清文吴源在巴黎奥运会的闭幕式上 作为棋手亮相 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贡献和成就被忽视 相反 她的这一决定更加凸显了 她对网球事业的热爱和执着追求 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个道理 真正的荣誉不仅仅在于 站在领奖台上接受鲜花和掌声 更在于不断挑战自我 超越极限的勇气和决心 对于郑清文而言 错过闭幕式棋手的身份或许是一种遗憾 但正是这种遗憾让她更加珍惜 每一次站在赛场上的机会 她知道 只有不断努力 不断进步 才能让自己在未来的比赛中 更加出色地表现自己 因此 她将这份遗憾化作前进的动力 继续前行在网球的道路上 写在最后 随着郑清文离开巴黎 前往美国备战北美赛季 她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 作为中国网球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她肩负着推动中国网球事业发展的重任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未来的比赛中 她将继续保持高昂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念 为中国网球赢得更多的荣誉和尊重 同时 我们也期待更多的年轻选手 能够像郑清文一样勇敢追梦 挑战自我 在网球这片充满竞争与机遇的舞台上 展现自己的才华和实力 为中国网球的未来发展 贡献自己的力量 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网球的明天更加美好 在这之前 网友们 正在讨论中国在巴黎奥运会 毕慕师可能会使用双棋手 即有两个做出突出贡献的男女运动员担任 他们就是潘展乐和郑清文 随着郑清文的退出 这样的话 毕慕师棋手就变得毫无悬念 非潘展乐莫属了 这次的巴黎奥运会 中国的新一代年轻选手表现出色 而且性格张扬 霸气 让观众们眼前一亮 网球选手郑清文 一位湖北姑娘 在巴黎奥运会迎来职业生涯 目前为止最高光的时刻 8月3日晚 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郑清文已溜 二 又比三战胜为机器 问鼎巴黎奥运会女单冠军 很多网友称 郑清文和潘展乐共享本届奥运会 最有含金量的金牌 也是继刘祥之后又一个化时代的冠军 击败世界第一 郑清文挥洒汗水的背后 还有伟大的父亲 郑清文的爸爸曾是田径运动员 当他发现14岁的郑清文在网球方面的潜力后 卖掉了房子孤住一致培养女儿 这也说明郑清文对他梦想的执着 对于这次奥运会的战绩 很多网友猜测郑清文将会是巴黎奥运会闭幕式的棋手 其实不然 8月5日 郑清文离开了巴黎 将被战北美赛季 据说潘展乐也已回国 虽然郑清文和潘展乐当棋手 无论形象还是成绩肯定当之无愧 也有网友猜测后面留在闭幕式的还有谁 谁来为中国扛大旗呢 巴黎奥运会这烫体谈狂欢之旅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 闭幕式上除了看烟花表演 还有一件大事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 谁将成为中国代表团的闭幕式棋手 扛起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按照惯例 扛起的众人一般会落在那些在本届奥运会取得亮眼成绩的运动员肩上 还记得东京奥运会上的苏神苏炳天吗 虽然最终没拿到金牌 但他那风驰电车般的9秒98直接打破了黄种人的记录 震撼了全世界 拖拖的意思 所以说 闭幕式棋手可不一定是金牌的代名词 能为国争光 创造历史 同样值得这份荣耀 这届奥运会上 网球女将郑清文的名字可是被球迷们疯狂Q 大家都期待着这位在奥网创造历史的姑娘能再次惊艳世界 然而 就在大家瞧手以盼的时候 最新消息传来 郑清文已经离开巴黎 飞往美国备战美网了 看来 小姑娘是准备在今年最后一项大冠赛时中放手一搏啊 不过话说回来 郑清文今年的状态确实有点像过山车 奥网决赛的辉煌仿佛还历历在目 法网和温网却接连遭遇花铁卢 着实让球迷们捏了把汗 而且 网球比赛和奥运会的关系吧 怎么说呢 有点微妙 国际网球联合会压根就不承认奥运会比赛 既没有奖金 也不计入排名 难怪那些网谈大吾尔都不太愿意来参加 所以 郑清文这次提前去美国备战 也是情有缘 毕竟美网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战场 那么问题来了 郑清文去不了 谁会成为闭幕式棋手的热门人选呢 答案呼之欲出 勇谈新兴潘展乐 这位在泳池里先起惊涛骇浪的小伙子 在本届奥运会上简直杀疯了 男子100米自由泳决赛现场 观众席上的欢呼声几乎要把屋顶掀翻 潘展乐就像一条灵活的箭鱼 入水 冲刺 触壁 一气呵成 最终以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率先触碰终点 那一刻 整个世界都为之沸腾 这还没完 在随后的男女混合4乘100米自由泳接力赛中 潘展乐再次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 在他游的这一棒中 竟然游出了46秒以内的成绩 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达到这个速度的飞鱼 如此逆天的表现 还有谁比他更适合扛起中国队的大旗呢 今年巴黎奥运会 给我们冲击最大的两个人 无非就是郑亲文和潘展乐 郑亲文 时隔20年获得中国网球女单冠军 打破了中国网球女单的世界纪录 他就是女人中的女人郑亲文 在红土地上打了一场又一场 几个小时在40度的天气下暴晒 却依旧不放弃 每一个球都努力地去拼去接 把对手气倒只能扔球拍 这一次能够获得女单的冠军 是他为自己拼下来的 也是为中国拼出来的 而除了郑亲文之外 还有一个人潘展乐 也打破了世界纪录 在男子100米自由泳中 他以46秒40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打破了男子10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 除此之外 男女混合4乘100米接力赛中获得银牌 又在男子4乘100米混合用 接力赛中获得金牌 潘展乐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只有足够的有实力 才会被对手尊重 这一点在他的对手查尔莫斯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原本很多网友想着 闭幕式的升旗手可以让郑亲文或者是潘展乐来的 万万没有想到 郑亲文已经在5号的早上离开了巴黎 备战北美赛季 而潘展乐也将于明天早上回国 那闭幕式的升旗手到底花落谁家呢 网友们也纷纷在下面出招 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候选人呢 樊展东 潘展乐 全红缠 张宇飞 潘展乐 樊展东 朱婷 李盈盈 总的来看 其实大家最希望的除了郑亲文之外 就是潘展乐 如果潘展乐回国的话 那应该是没有希望了 有不少人推荐的是乒乓球的樊展东 但是因为开幕式的棋手是马龙 所以很多人认为不会只拘泥于一项运动 因此樊展东的可能性有点小 但话说回来 樊展东可是拿了超级大满贯的人 说不定有一点机会吧 除了樊展东之外 张宇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在游泳比赛中 只要他上场就有奖牌拿 拖拖的劳模 在游泳比赛结束后 原本有很多人 以为潘展乐有机会成为中国队闭幕式的棋手 不过如今潘展乐已经和游泳对启成回国 他自然已经无缘成为闭幕式棋手 否则的话 潘展乐就会一直留在巴黎 等待奥运会闭幕了 除了潘展乐之外 郑清文原本也是闭幕式棋手的热门人选 本届奥运会 他突破历史 拿到了网球女单冠军 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网球新的领军人物 不过他也已经被排除在外 因为郑清文在女单夺冠后 已经离开巴黎 前往美国备战接下来的网球比赛 他不太可能再回巴黎当棋手了 在剩下的选手当中 目前看来樊展东是最有可能当选闭幕式棋手的合适人选 一方面 乒乓球男子团体决赛 在北京时间8月9日才结束 以中国队的实力 肯定会晋级决赛 而且大概率会拿到冠军 届时距离奥运会闭幕 也就差不多两天的时间 樊展东留下来当闭幕式棋手 时间就很合适 另一方面 樊展东也有足够的排面 听胖球作为国球 一直深受观众喜爱 本届奥运会男单比赛 樊展东在王楚清早早出局的情况下 成为孤胆英雄 他一个人在对手的包围圈中杀出重围 最终拿到金牌 特别是在和张本志和的对决 樊展东的表现 更是征服了所有人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 樊展东一转对手 最终成功晋级 那一夜 樊展东的名字 响彻了整个网络 他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如果能帮助乒乓球队拿到南团冠军 届时樊展东就将手握两块金牌 他自然就是最适合的闭幕式棋手人选 除非后没有选手 能在一些冷门项目中突然爆发 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 帮助中国队拿到金牌 否则的话 樊展东确实是最有机会 当闭幕式棋手的人 他无论人气还是成绩 都绰绰有余 最终的结果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 我拭目以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